嘿!今天开学了吗? 一月离校五月回 同音未改四利衰 同学相见不相识 试问胖子你是谁 哈喽大家好 我是钢蛋 虽然我知道在座的有一些朋友 刚刚放完寒假 又要开始放暑假了 但是在今天呢 我还是想给大家带来一款 游戏笔记本的测评 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款 红旗的暗影骑士 琴 好那么在开始之前呢 我首先先来介绍一下 我手上这一台笔记本的配置 这一台笔记本呢 搭载的CPU是 英特尔时代的10300H 在英特尔的 瑞频Nexo 2.0的技术加持上 它的单核最高 可以瑞频到4.5GHz 全核最高 可以瑞频到3.7GHz 它的显卡呢 搭配的是一块 英伟达的RTX2060的显卡 那么2060的显卡 搭配一颗时代的CPU 可以说这一台笔记本的游戏和设计应用的性能肯定还是比较强的 内存发载的是两根8G 3200频率的内存条 说到3200频率的内存条 目前来讲3200频率的笔记本内存条 在市场上的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这一颗CPU 它最高只支持2933的频率 随之搭配的固态运盘呢 是一块U-TB的NVN1的M.2固态运盘 具体采用的是哪家的固态呢 我们给它拆开之后再来看 屏幕是72%的NTSC 射域响应时间3毫秒 144刷新率的IPS屏幕 最后的话呢 就是这一台笔记本 它是支持Wi-Fi 6的 Wi-Fi 6简单的来讲呢 就是比上一代Wi-Fi 5代快了 接近300的速度 这一套硬件配置 目前的价格呢 是7699 但从配置上来讲的话呢 还是挺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将会从硬件的拆解和软件的测试 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 好 那么我们首先就先来从这一台笔记本的外观来看 A面的外壳为塑料 拉丝与磨砂的材质 不过磨砂部分呢 是比较容易沾指纹的 重要的话呢 这一款笔记本裸机是2.2公斤 加上它的CKG是2.7公斤 后面的左边有两个USB 3.2 Gen1 然后网口 右边是HDMI Type-C USB 3.2 Gen2 接口部分值分的丰富 这一次爱影骑士的模具也是值得点赞的 底部的进风口面积覆盖很大 脚垫垫高了一截 方便进风 侧面左右都有一个出风口 整体散热应该不错 键盘是带有4区RGB灯效 按起来手感不错 但是用镜按的话是有下限的感觉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就进入我们的第二个环节 拆机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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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拆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其采用的是左右对称的双风扇设计 除了一根公用热管外 CPU和GPU各配备了一根独立的热管 出风口的话是采用四风口的设计 在背部除了左右两个出风口外 笔记本左右两侧也分别开有出风口 简单的来讲就是一套双风扇散热管 四风口的散热系统 内存条这里开篇就说过 时代的酷睿H系列它只能支持到2933 但是这一款笔记本它配备的是 两根海力士3200平均8G的笔记本内存 固体硬盘是吸收的SN530GP 东西原型机 那么第二比较特殊的说 它用的是一颗1TB的散笔散成颗粒 值得点赞的是在主板的另一层 还有另一块M.2的固态硬盘插槽 方便了以后的身体加装 同时还留有一个2.5英寸的硬盘位 可以拓展极限硬盘或者是ZATA固态硬盘 再就是它的五线网卡 是Intel的AX201 支持最新的WiFi6和蓝牙5 最后电池 这一款笔记本搭载的是一块57W的铝电池 在这几天实际日常使用都均速航在5个小时以下 好了那么到了我们性能测试的环节呢 我们首先先来进行一个压力测试 在压力测试当中的话呢 我们笔记本的风扇是拉到满足 我们可以看到屏幕左上角的温度显示的话呢 其实还是表现很不错的 但是这里噪音有一点大 至于这个噪音的感受呢 大家可以自行体会一下 接下来我们进行的是一个跑分 项目有显卡跑分3DMark Time Spy 那么Time Spy这个项目的话 这一款笔记本的分数呢 是5577 VSCHEK INCHIME DX11的测试当中得到了6981分 第二个项目呢是测试CPU的渲染能力 测试的项目为CMBench R20 最终的得分呢是2098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游戏实录 游戏实录的环节 我们第一个测试的是 司机1080P三极致画质 震速在110帧左右 整个表现呢可以说相当的不错 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第二款游戏 COD战区 依旧是1080P画质为高画质 在COD战区当中的话呢 整个游戏过程当中 帧数均稳定在80帧左右 网游测试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子单机游戏的表现 单机游戏的表现 我们选择最近比较火的荒野大标课2 1080P所有画质均设置为全高 帧数呢是稳定在60帧左右 表现还是OK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竞技类的游戏CSGO1080P 旁高画质 走出来的整个游戏过程当中 帧数均稳定在230帧 配合这一块144的屏幕 可以说是体验感相当不错 好 那么经过了我们以上的一个测试呢 我最后对这一台笔记本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那从它的性能配置 还有加上它的售价 看起来这一台笔记本好像是挺强 那这么一台笔记本就没有缺点了吗 当然不是 这一台笔记本在性能模式下呢 风扇的转速是达到了5500转 它的一个噪音其实我觉得真的算是比较大 反正是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我是觉得这一个噪音对我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然而还有一个点让我也是很不满意的 就是这一款笔记本它的一个键盘 在我用力按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限 最后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外观材质 虽然这种磨砂的材质给人看起来有一种比较高级的感觉 可是这一个磨砂的材质真的是非常的沾指纹 这个笔记本在我手上几天就已经是不满了指纹音 在高性能模式下呢 这一台笔记本的游戏性能发挥其实是相当稳定 显卡发挥出来的性能和桌面级的2060表现相差并不是很大 CPU的表现呢也是比较OK的 在R20的渲染测试跑分当中的话呢它是得到2100分 在我们之前有测过同围四核八线程的9400F 那么它的得分呢是2300分 但是这一款笔记本搭载的10300H呢是属于移动平台的 移动平台能有这样的一个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了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一款笔记本的散热 在我们进行反复的游戏测试当中 这一款笔记本的CPU温度呢最高是到90度 显卡均是在70度左右 在整个游戏测试当中的话呢也没有出现降频等现象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这一款笔记本模具的散热还是值得认可的 那么我们本期对这一款红旗的暗影骑士琴的笔记本测评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这一款笔记本到底是不是你心目中想要的那个样子呢 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一个留言 如果觉得我们本期测评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点一个转发点一个赞 如果不想错过我最新的视频的话呢 切记切记一定要点一个关注 当然如果你要有硬件问题或者是装机需求 也可以给我留言或者实信 那么我们本期就到这结束了 下期再见